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各位观众 圣诞节蛋糕店不能够写Merry Christmas 不能够写任何圣诞祝福语的风波 其实很伤人家的心下 其实这个问题蛮严重下 当然这个课题绝对会被政治化的 因为这个是当时2020年的时候 国门的政府留下的一个政策 我们知道国门这个也不可以做 那个也不可以做蛋糕 也不可以办Merry Christmas 结果两三年前的政策 我们知道那间蛋糕连锁店 他就以为还有债 他就拿去遵守 结果引发轩然大波 结果现在这间蛋糕店搞到多惨 你知道吗 你是基督徒 你不是穆斯林 总之你不是马来人 肯定是骂到他天翻地覆了 甚至呢 人家就不想去了 去他个壁 这样多选择是不是 那么在马来 马来人的村子 也给马来人骂到天翻地覆了 因为呢 他严重严重错误 诠释了 他们的那个哈拉那个宗教 严重严重的影响了 整个宗教的形象 人家宗教那里有这样极端 宗教都没有这样子 他们竟然找到这样极端 让人家以为呢 我们马来西亚 是个很极端的国家 所以马来人也是很生气 那么发生这种事情呢 因为它是涉及那个宗教的课题 我们就看了 有哪个政治人物呢 敢出来讲话 我们讲够大一点 大力一点 看哪一个比较大的政治人物敢出来讲话 其实我一直在等国门 那个国门呢 不是说他要保护华人吗 国门那两个华人 那两个好伯伴 好兄弟 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说 国门绝对保护华人吗 但是这个 这个我们西马发生这么严重的 那个蛋糕店 不可以写Merry Christmas 不可以写圣诞节的 事情 国门为什么没有出来讲话 结果呢 这件事情 果然呢 引发了 东马 很大的震撼 东马看到 都吓到 沙拉瓦 吓到 人家沙拉瓦多少基督徒 沙拉瓦的人看见你们西马 这样子 你们西马真的是疯了 西马真的是 糟糕了 结果呢 现在呢 目前 那个职位最高的 政治人物呢 出来谴责 这个蛋糕店事件的 就是沙拉瓦的总理 沙拉瓦的总理呢 阿班族呢 亲自 出来谴责 讲了 这种事情 简直就是荒谬 简直就是愚蠢 他说我们沙拉瓦 我们东马这边 绝对绝对不可以 让这种事情发生 绝对绝对东马呢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西马这些思想 真是很极端 绝对绝对不可以 闯到东马过来 所以呢 真的是没有想到呢 第一个呢 出来谴责这个蛋糕店不可以 写 圣诞祝福语的事情呢 竟然是呢 东马的 这个沙拉瓦的总理呢 阿班族 来我们来看新闻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西马 这间蛋糕店的 他也蛮多连锁定下的 但是他只开在西马罢了 如今这间蛋糕店呢 他是正式道歉 但是道歉呢 恐怕 人家 人家就是生气 人家就是不爽了 然后想不到东马的反应 这么激烈知道吗 激烈到呢 沙拉瓦总理呢 都亲自出来 严厉谴责 因为你在沙拉瓦的人看起来呢 啊 蛋糕都不可以写 圣诞快乐 在死人 所以人家 那边就讲 哇 我跟你讲 假如呢 你要做兽 你要做兽 你不是要那个龙 兽比南山 通常放龙 没有人放百兔的 是不是 放龙 有那个龙 有灯笼 你去到这些 有哈拉的蛋糕店 他讲 不可以放灯笼 不可以放龙 不可以放那个 财神爷 不可以放那个寿星公 等下不哈拉 这种事情呢 简直就是 就是我们阿伯周讲的 荒谬跟愚蠢 蛋糕呢 也拿来 这么政治化 所以 他讲说 沙拉瓦呢 你们千万不可以学 这种西马的这种 极观主义呢 这种偏极行为呢 沙拉瓦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沙拉瓦是一个 很和谐的嘛 没有种族主义 没有这种极观主义的嘛 你看那个 圣诞节大游行的时候 穆斯林也在那边 协助的 穆斯林也在那边 长余的 让这个气氛 推到最高点的 是不是 然后 那个战舰人就讲说你看 当时 当天晚上 那个 西蒙的 那个我们团结政府的宗教部长就出来澄清了 他说这个政策其实就是2020年国门留下的那个东西来的 他叫那个Jackine去讲说 哎蛋糕不可以Merry Christmas 然后这个Jackine 当然无缘无故被脱下水了 给这间蛋糕店脱下水嘛 他两度澄清解释 他讲没有了这个东西早就没有了 他就说你是哈拉蛋糕店 你不要在那边的Display 你不要Display 这种有宗教元素的东西 但是没有讲说不可以卖啊 那种定制的你卖多少都可以啊 所以 你看人家就讲说 那个 信仰宗教呢 你不要把那个 那个宗教的价值观 啊 啊 那个用到呢 人家没有信你的那个宗教的 就好像人家 啊 我们知道什么宗教不吃牛肉的吗 啊 你看到人家吃牛肉你去骂人家啊 啊 看到人家吃牛肉你打放人家啊 然后我们也知道什么宗教呢 素食主义的吗 我本身是素食主义吗 难道我们吃灾的人呢 看到你在我们前吃肉 我严厉谴责你啊 我骂你啊 啊 不会吗 吃素是 吃素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本身的价值观吗 你要在我面前吃肉你吃啊 我不会说把我的东西呢强行加住在你的身上 你在我面前 吃肉永远没有朋友 我们不会就吃的嘛 所以呢你看 多么多么静观 你不可以把人家没有信你的叫呢 你不可以把那些东西呢 去影响到人家的身上 啊 所以你看 啊 他其实说不是大马最近发生 接二连三 而是呢 我跟你讲 啊 这个每年都发生的 圣诞节每年都发生 日经年风波特别大 今年连蛋糕都不可以 Merry Christmas 这个太过分了 是不是 OK 既然 既然这间蛋糕店的选择呢公开道歉啊 啊 他也用他的branding来公开道歉了 所以我们就 帮他讲他已经 公开道歉 他错误呢 诠释了 错误 诠释 的那个条件 啊 现在轮到马来人的不买单了知道吗 马来人生气知道吗 啊 你把我们的宗教搞到呢 严重影响宗教的形象了 啊 那么对对其他 那非马来人来讲呢 哇老了 你这间店啊 啊 人家是 总之 那口气还是有在了 啊现在呢 他说 哎 你们要多少圣诞 节蛋糕都可以来我的店店 我们专门做给你要怎样 Merry Christmas 到怎样 你要圣母马利亚耶稣也可以 啊 你讲呢 还有人会去吗 还有人会去买吗 啊到你农历新年啊 啊新年啊 团圆饭的什么蛋糕啊 啊 兽啊 祝寿啊 啊那些什么 华人的结束啊 你讲你们还会去这间店买蛋糕吗 啊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还敢去吗 是不是 经理就不爽嘛 OK 所以你看这个 Sarawad 东马呢 好就是好 啊这个 Sarawad的政策呢 讲一讲啊 2026年呢 开始有免费 读大学了 然后呢 Sarawad总理也讲呢 Sarawad现在呢 是功德五量国家 就是呢 氧气比碳多啊 他说 世纪上呢 很多国家呢 都是碳比氧气多 就是制造的二氧化碳多过氧气 所以我们知道 是世界一系列气候的问题 但是我们Sarawad呢 是氧气比碳多 他生产的氧气多过碳 啊 所以Sarawad呢 是全球模范 属于一个模范 地方 模范地区啊 啊 所以你看那些 政治人物呢 啊 遇到那个蛋糕 蛋糕店这样大的风波 他不去讲了 啊他去搞这个 啊 啊 冰城大桥的那个讲牌的那个是假新闻来的 啊 他真正 这个挖井的那个仓赛者呢 啊 他这个讲牌断了呢 这个叫做兵家尝试这个technical problem 技术问题嘛 啊你坏了 掉了都换啦 他已经继续挖井舟了 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啦 是不是 什么公司的讲牌都会断的嘛 但是你讲说那个硬挫制呢 那经过他们的详细检查呢 他只用一个模板 一个模板呢 怎样印错 啊 根本你们拿美图秀秀来秀出来的吗 美图秀秀来批的吗 啊 我的确拿美图秀秀秀的还真的是可以见识 啊 他去制造这种假新闻的去抹黑 并城的政府 啊 蛋糕店事情呢 他都不敢讲 我跟你讲我那天是不舒服啊 但是我就 好了六个六个小时 我跟你讲啊 假如我逃了六个小时呢 我拿到这个奖牌呢 这个奖牌的字写错的 啊 你讲的当场不会生气啊 啊当场我看到 肯定几百人在那边 骂那个主办当会骂到主办当会逃掉啊跟你讲啊 啊 全部奖牌收回来啊以后再硬性的寄给你们啊 啊 逃到 很多人都是逃到七个小时啊 逃到七个小时拿到奖牌 奖牌是错的 你讲现场不会爆发大风波啊 你知道当天几辛苦几热吗 啊 这个主办当局真好 一路上给冰块啊 够不行啊 很热啊真的是不行啊 啊 散到那个冰城大桥呢 啊才舒服啊 啊 怎样 拿到一个错的奖牌你讲不会大骂啊 啊 所以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根本假新闻吗 根本骗人了吗 所以他应该像我们所有当天呢 在冰城大桥呢 跑马拉松的 参赛者呢 道歉 啊 真的是乱来啊 啊 你就讲好好的 啊 你说要保护华人 啊我们那个蛋糕店这样子呢 啊 不讲蛋糕店了 啊去讲我们冰城马拉松的那个讲朋友是不是 结果呢 蛋糕店的事情呢 西马没有人敢讲了要轮到东马的 撒拉瓦的总理来讲了 啊 西马政客啊 丢脸不丢脸啊 啊 西马发生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东马的来讲 啊 你要西马的这些政客的 面子的去了那里是不是 啊 这样以后给东马的做首相咯 东马的管国家更好咯是不是 啊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看见阿班做呢 啊 谴责这个蛋糕店的事情呢 啊大家 大家看的是不是很开心呢 大家什么想法呢 也看到蛋糕店已经道歉了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